这个都挺大的嘛 多少年纪啊 65 这两只肥一点的油漏的 这叫大白蟹 没叫没事 哦没事 78块钱 再买一把湿鸡豆 大家我是老田 今天买了两只大白蟹 加点蛤蜊 回去我们煮那个汤圆吃 还买了点湿鸡豆炒咸菜 这个汤圆还是自己家里之前做的 剩下的一些呢放在冰箱里 一直冻到现在 我们先提前拿出来 冻的硬邦邦的 2 4 6 8 10 再拿两个 放个12个 买了点这个蛤蜊 这里是一共12块钱 放上点盐 再搁上点油 防止它没吐干净 我们要再给它吐一吐啊 今天两只大白蟹鸡头大 我让老板给我挑的 挑说肥一点的这个 处理这个大白蟹呢 准备一把剪刀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壳给它取下来 不要破坏 现在开始冻起来了 把它塞 胃嘴这个地方全部处理干净 后面这个壳去掉 这个塞去掉以后啊 这个塞去掉以后啊 电上也有一层脏的 我们也要给它刷洗一下 大家能看到吧 这个叫四级豆 还有一种呢 比这个再长一点 叫无金豆 也都可以的 我们把两头给它掐一下 如果这个四级豆老呢 一撕 它就会跟金一样的 然后给它掐成这种小长段就可以了 剪好的四级豆呢 我们放在这里给它泡洗一下 洗洗以后呢 放在水里再泡一会儿 今天就用这个缩纸杏 烧汤圆 里面加一点这个蛤蜊 四级豆呢 已经摘好了 待会放点咸菜 或者笋干菜一起炒都可以 缩纸杏把这个钳子取下来 这个钳子有点大 我们砍成小段 用刀呢这样 稍微给它拍一下 这个因为个头大嘛 我们就 带上两刀 刀心杏了还在动 这个蟹 这边再来上一刀 选中间一段 给大家看看这个里面的肉肥不肥 还是可以的 然后从中间 等于是一只蟹切六块 准备一点这个生粉 我们把这个缩纸蟹呢 切口的地方 沾上生粉 然后直接就可以上锅制作了 锅烧热以后呢 少搁上点油 润一下锅就可以了 然后调小火 下入这个手指线 火不要大 小火给它慢慢煎一下 断一断 让它受热均匀 火粉煎啊 第一个是为了 让它里面的肉都攒掉 还有一个呢 就是火了背以后 我觉得口感也好一点 怎么看有没有好了 大家看这个边上 一点微焦 而且闻到香味 就可以了啊 放一点葱姜蒜在这个上面 这个啊 不用煎得太狠 太狠了 干了反倒不好吃啊 稍微煎一煎 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 这个葱姜不就是在下面了吧 葱姜的香味就往上来 闻到下面这个料盒的香味就行了 放一点料酒 料酒的香味给它烹上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加开水 汤烧出来才浓白啊 这个菜汤不要太多 蒜汤菜 少割上点盐 这里边有人放那个酱油 我们不放啊 放了点糖 胡椒粉还是要放的 这边我们还要再烧点水 先把烫的烫稍微煮一下 这个开了以后啊 我们就盖了不盖 调小火 大概就是煮个五分钟左右 大概煮了两三分钟了 汤子已经煮的奶白奶白了 这个水一开汤子就白了 我们先把这个蛤梨先放下去 还有两个蟹壳 这个要做装饰的放在上面啊 继续给它干活干 这边水也开了 汤圆下锅 12个会不会少了 我们是把汤圆在这边 稍微给它煮软一点以后呢 再回顾跟说的这些一起煮 汤圆给它焖一下以后呢 我们放在这里 然后呢一起略煮就可以出锅了 一起煮一下 稍微带点汤汁 我们就直接给它出锅 锅里加上一点这个色拉油 下落湿鸡肉 给它边炒边炒 油温高了以后它就容易起火 湿鸡肉要给它多边炒一会儿 表皮煸出骨皮状才好吃 这个里面一定要放点蒜 蒜一起煸 煸出这个蒜香味来 炒到有点八锅的那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放点咸菜 这个咸菜我们夏天呢 一般用带装的 冬天的时候才有新鲜的那个散烹的麦感 因为天热它容易变质容易坏啊 一起把这个咸菜给它炒一炒 炒出这个咸菜的香味 然后我们要少割上点水 这种咸菜不是很咸 所以说再少换一点点盐 割点糖 这个水不要太多 因为这个湿鸡肉已经煸的差不多熟了 现在锅盖再焖煮个两大分钟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给它烧干掉就不好吃了 出锅 少喝点 来 其实我饭中不太想吃 给你搞个烫盐吃吃 用这个瘦子蟹的汤煮出来的这个烫盐 小时候啊 烫盐里面包的是肉 用带肉的汤圆来煮这个东西是刚刚好 但是现在带肉的是买不到了 自己做的也很少会做的 好吃 就是这个 这蛤蜊啊 不要煮久了 在这个汤匙鲜嫩 给你搞在这个边上这个熟子吃吧 现在这大雷蟹 这边上这个鱼蟹 没多少那个骨头全是肉 它帮我挑了我感觉还没有我平时挑的好 稍微 不是那种特别肥的 它是味道特鲜 超鲜 这个挺有肉的 我当然超过最肥的给你了 特别有肉的 来这个来 这个比较香啊 加点咸菜啊 加点咸菜在里面 不单调 可为中和 我感觉加点咸菜好吃啊 嗯 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吃汤圆 我吃汤圆是什么 蘸着糖吃的小时候 跟种子一样 种子我也是蘸着糖吃的 再来一个 这汤圆好吃 再吃一口啊 这个肉表还挺好吃的 小时候我妈包那个 汤圆里面散着肉 一口就一口就一口就一口 那个肉汁往外溢 我小时候很讨厌吃 长大了以后 随着口味变 反正很喜欢吃那个 可能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糖的原因 你看这颗里面有没有黄呢 有黄你给它吃掉 我放在这里面就是 给它装饰一下 基本上 小凉蟹里面还有很多黄 大白蟹 你看这个一点黄都没有 我刚才吃这个 我感觉我这个 汤圆放太少了 喝一个 没几个几个干掉了 看这个 今天烧的是白汤的 大白蟹大白蟹 这里面露一丝一丝的 它家里面挺好 特别咸 再给你来一碗 汤圆被我一下子吃光了 黑金点给它干掉 真的用太好吃了来西门 还有蛤蟹的这个 汤汁那个香味 还有蛤蟹的这个汤汁那个香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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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